很香啊,是甚麼來的? 我看到裡面很濕潤 Hello,大家好,我是童姐姐 在疫情期間,除了在家裡玩親自遊戲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呢? 今天童姐姐介紹給大家這個又好玩又好吃的食物 它是甚麼呢? 它就是薯片玉子椒 今天的材料有薯片、雞蛋、香腸、泰柳、芝士和紅粉白 我們先把材料準備好 家長也可以被小朋友發揮借創意 可以切成他們自己喜歡的形狀 記住,比較小的小朋友 我們要建議他用香白膠刀,安全最重要 按下來,先把材料擠在裡面 把材料擠在上面 把材料擠在上面 選擇裡面的黃色包裝 我們可以把材料放進去 材料的份量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喜好 如果喜歡的虛長的話,可以多一些虛長 好,把材料放好,就可以把生魚蛋放進去 先把薯片放入水中 可以用一些食物夾住 把薯片放入水中 放入水中 大概10-15分钟 可以不时打开来看看 熟续玉子烧的形状 简单又美味的玉子烧就完成了 挺好吃的 1-10分是多少分 1-10分 我认为有7分 差点口感 口感不是袋袋 袋袋 1-10分 今天就来到这里 不知道薯片放入水中 在你们心目中有多少分 欢迎在下面留下个分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